大家好,我提英语没问题,来看第一题 He will come here before he 在他离开之前,他会来这里 这里用到了,主将重现的用法 主句用将来,重句用现在 这里的前面是主句,他用了一个will表示将来 所以这个he后面要用现在 he是一个单三,所以现在要加一个s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b He will come here before he leaves 第二题,Australians English 澳大利亚人说英语 澳大利亚人这里需要了s,是一个负数 所以实义动词我们用的就是不用加,用原型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a Australians speak English 第三题,I think she right now 我认为她此刻正在看书 right now就相当于now的一个意思 现在,所以它是用现在进行识 B动词加动词ing 答案选择的是b I think she is reading right now 第四题,where is Tina She in the garden Tina在哪里?她正在公园里玩耍 这里问的是此时此刻她正在干什么 所以也是属于一个现在进行时的用法 用b动词加动词ing答案选择的是c She is playing in the garden 第五题,where you put my glasses 你把我的眼镜放在哪里? 你把我的眼镜放在哪里? 这里呢,是一个特殊疑问句 特殊疑问句,我们有出现一个十一动词 这里呢,有出现一个十一动词put 所以呢,我们要用到助动词 这里的助动词呢,就是did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b Where did you put my glasses? 你们都做对了吗? 点赞,关注爸爸老师,英语一期吧